我叫庄薇 八七年生的 我在台北出生 我的家人一直都在从事没有美发行业 我的想法也比较明确 我觉得一定要跟互联网做结合 快点的模式是在 95年的时候在日本发起的 大概在05年的时候 那这样的模式流入到了台湾 那时候我们就看中了一个点 就是不是觉得说这个模式好 然后带过来 我们去大量去研究大陆的这个 没有美发市场 你会发现这个大家的消费模式 开始越两极分化 这两极分化就是 要么我往更新化去走 要么就是我解决基础功能 快点这个形态 其实非常符合我们的这种想法 其实剪头把的过程 跟大家都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洗发 我们是希望说用户来店之前 就把头发给洗干净 希望说透过一个很简短很简单 无套路的服务 然后把头发这个事情 剪头发这个事情 给他提供给用户给他办 一般老用户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其实他都应该已经是排过号的了 这个都是在我们的微信的小程序上面去下单 但快点方式就是到现场排好 不太像我们这边就是 其实基本上门店已经往前数字化了 这个可能有别于就是不只是台湾 我觉得港澳台日韩东南亚欧美 其实都没有办法做到像这个样子 挺好 139号厕所 309号厕所 309号厕所 今天特多简化学务了 已经那时候第一家店在 在在在在三远桥那边 因为那时候第一家店 爸那时候对于大家都特别紧张 那对 那你第一家店开起来特别痛 然后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那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模式就 天啊 就是那种 就那种 你在干什么 对 为什么要来你这个剪头发 为什么都洗脱 为什么这么小一家店 甚至有人问 为什么这么便宜 这么便宜肯定有问题 对吧 各式各样的就是 对这种模式的不理解 不懂 刚开始第一家第二家店 我们是那种 人肉的方式 就拉过来的 在旁边发传办 然后来让人家年费体验 年费推荐朋友 到今天现在三年半 一天服务 就一个月服务十几万 十几万人 快二十万人 一天 一天 进度比较幸运 呃 但团队表现非常优雄 所以我们 天使A A加B 这样一路过来 嗯 其实我们做的都还可以 就是台湾的年轻人 都 应该有机会 来大陆 体验一下 呃 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从台湾 参照我们的设计师 反应师过来的时候 我们也跟他讲说 台湾在我们这个行业 客群老龄化比较严重 行业也在萎缩 所以 这也是我觉得年轻人 我们应该去尝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对 看懂环境 看懂大趣事 最后 ắt吧 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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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